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会客厅 我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香港著名的 实业家 实事评论人士 反共活动人士 袁弓夷先生 感谢你保问我 是啊 你知道我在两年前 我有很多香港的粉丝吗 他们就跟我说 你赶紧跟袁弓夷先生做个节目吧 就一直期待我们俩直接做节目 我想今天就是两年以后 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终于如梦以偿 欢迎您到来 我的普通话不是这么好 没有没有 我都觉得您的国语说得特别好 所以今天呢 因为您是上海也待过 是吧 我是上海出身 上海出身 七岁到香港 小学中学在香港读 然后大学在美国 所以嘛 我就说您对这个中国大陆呀 还有对香港呀 以及对这个国际的政治经济 都是非常了解的 我在美国加起来一共住了20年 上海的就是年纪大的时候 后又住了10年 北京又住了10年 所以很多朋友 所以说我说您是非常了解这个圈子的 而且您对香港也是 应该是看着香港的这个繁荣啊 以及现在的衰落的 所以我想问您一下这个香港在您心目中 过去和现在到底有什么不同 很可惜 很可惜 香港是一个怎么讲的 本来的这个英国人把香港作为一个吞吐港 就是说火进中国的经过香港 中国出来的火也是经过香港到全世界去 这个吞吐港 英国人一直到殖民地了 到97年 那么英国人就把香港交了给中共 这个主权的问题呢 一般这个我讲多两句 主权呢 这个现在我们有了联合国之后呢 主权是归当地的人民的 又不归英国 又不归中共的 所以呢你不可以把 不是他的主权交了给中共 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 老百姓我们是一批自爱自由 有法治的人民 特然自己交了给这个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肯定问题 他答应什么都没用 因为他答应一国两次 他一国两次呢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不守法的这个政权 所以他忍不住 最后还是要把香港变成公一国一制 把他这套不守法的东西打到香港来 这个就是三年前的国安法 是啊 就是你看香港 他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到底还有多少香港人 真的就是说他喜欢这个中共的统治 他们有没有对比过过去的统治 和现在的统治有什么不同 如果香港人知道他会搞这个国安法的话 而且不断地渗透香港的话 老早97年之后就已经跑掉了 但是受了他欺骗 那个时候邓小平不是说嘛 舞照跳马照跑 五十年之后 他国内好像香港一样 对 那么讲到我们听到我们 哎呀非常高兴啊 没问题啦肯定是没问题 他会变成我们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怎么知道从来没有停过渗透 是啊 只不过他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 那么他用这四个字韬光雅惠 他和养晦就说我还没有成熟 我在暗算你 那个朱镕基都说过 他说谁要把香港搞垮了 谁就是罪人 历史罪人是不是 所以我们香港人以为朱镕基有信用啊 好像好像不错 也是一个演员 是罪人 说得好像很久 他们说话 共产党说话 觉得他就是个手段 我今天可以骗得了你 就骗得了你 将来怎么办 已经忘记了 所以这个共产党就这回事 一个我们可以说 共产党就是一个犯罪集团 对我听您以前 对这个美国政府也说过 共产党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是不是 恐怖主义组织 算罪集团 跟这个纽约的黑手党 一点区别都没有 对 而且我在想啊 您过去在香港 真的就是投资各种实业啊 电子实业 然后还有很多的香港人 也是对中国的经济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包括一些这个国外的投资者 他们都是在香港曾经 就是说为香港经济和中国经济 都做出贡献的人 那今天香港变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在您的眼中 香港不单是经济啊 我们香港多少大陆的人 经过香港明白自由 再从香港转到海外去 多得不得了 我们香港以前的书 报纸媒体 他们一堆一堆拿回去中国 这个就是等于你们现在 叫醒中国人吧 对对对 呼醒中国人 所以我们香港对中国的自由 很大很大的贡献 对 那么中国很多不自由的 也是逃到香港来 在香港畅业 畅业之后 香港富有起来 以前我们国内有什么灾难 都是香港捐钱 对对对 而且捐了钱之后 从来不去计较 怎么钱都是最终钱到哪里去 我们现在在搞是搞明白 原来全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用了 根本灾民没有拿到什么钱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每年就是贡献 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们不懂 根本又不懂的 现代的工业 商业都不懂 全部是我们这套东西 包括银行 法律 跟外国人打交道 都是我们客户 都是我们介绍进去的 香港人还是太简单 香港人做了之后 然后有日本人跟得进去 台湾的商人 最后美国人有信心 投资在中国 这样中国就崛起了 参加了这个世贸 是不是 后来就崛起了 这个现在没有人提这个话 所以这个共产党 就是狼心狗肺 对 其实就是这种 农夫和蛇的故事 我觉得上演 那您觉得 这样子看香港还有未来吗 一天共产党在 就没有未来 所以我现在出来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帮助 当然我没有这个力量 帮助消灭中共 第二 光复香港 就是您这个 我的使命 现在有一种使命感了 我把所有生意扔下来 不办 而且把安全的问题 也置之不理 就是要做一个使命 灭共辅港 灭共辅港 我知道您过去呢 还能够往返于香港和美国 但现在您是不能回去了 我三年多没有回去 大陆也不能回去 像我们的 他通缉我嘛 一百万港币通缉你 一百万的这个 还要做重赏 就是啊 这个重赏通缉您 还有包括八个其他的民主人士 我知道是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主要 主要为什么这个事情 其实是针对 针对我来的 就是我们搞这个香港议会 这个呢 就共产党什么都不怕 最怕人民主持起来 我们就是在把香港人 经过一个普选的办法 把他们主持起来 那么肯定他们有 他们要主权在他们手里边嘛 这个就跟共产党夺权 对 这个共产党最怕就这个问题 那这个香港议会的这个活动 是是怎么会想到要 香港议会是我们也是来了 来了美国这么多年 你每天骂 没用 共产党骂不死的 因为每天在骂 当然你们也在骂 你们把中国人叫醒 唤醒 把唤醒了中国 但是我们香港人基本上 完全明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那么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叫醒人家 我们要主持起来 就往前走一步了 主持起来要有行动 那么我们又没有枪又没有炮 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民的力量 组织人民的力量 全世界都同情民主自由法治 所以我们用人民的力量 组织起来 那么又叫国际上 合作一起把中共灭掉 然后恢复我们香港的自由 那您现在这个活动 已经到进行到哪一步 我们是差不多筹备了一年半吧 那么 那么七月一号 上个月的一号呢 我们把那个安全的选举法 安全的投票法做好 而且把那个我们的选举法 也要有法律才可以 做事情之前 不是只有做 要有法律依据的 那么已经公开来资深意见 那么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准备呢 就是八月份 现在八月份 是去邀请 世界有名有地位的人 来当我们的选委 选举委员 然后九月份呢 开始人家来报名 来竞选 今年年底就投票 希望今年年底 可以成立第一届的 香港议会的议员 那么第一届呢 我们关键 这个不是说有个议会 就是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宪法 因为以前 现在的基本法 是中共定的 动不动 他就拿到人大常委去解释 那么他怎么解释都可以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香港人要有自己的宪法 那么这第一届完成了修宪之后呢 再来一个公投 全民公投自决 把这个宪法要通过的 那么将来我们就是 按照宪法来做事 不是说你是中国人 我是香港人 他是印度人 他是英国人 这个不算的 大家按照宪法 我们的关系就是用宪法 来定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将来国家用什么法制 用什么几个部门 用什么法庭 都是依法治国 就是这个意思 那您觉得像这种事情 您多有多大的信心 这个香港人都会参加吗 因为毕竟这是有风险的 怎么样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可以投了票 又不会被中共清算 我们想出这套安全投票法呢 是绝对跟踪不到的 就是投票人呢 共产党跟踪不到的 但是心理上香港人还是怕 因为共产党 他其实2019年 他这个谋杀了很多香港人 谋杀了很多年轻人 失踪了 对对对 父母亲也不敢去公开讲 因为警察警告他们 你们不许说 所以谋杀也好 你们也看到他呀 在街上打呀 所以这个本来我们的警察 是亚洲最好的警察 对 港警是最 还有一个廉政公署 现在完全给共产党招了 没有了 黑警了 黑警 这个廉政公署的人 最不廉政了 最不廉政 所以很可怜 这个都是 就是英国人 超过一百年建立起来的东西 都毁掉了 毁很容易 对不对 建立很难 所以这个香港人会很可惜 很可惜 但是我们有信心 如果香港将来 有香港人民来做主 来重新有选举出来 特首也好 立法会也好 有香港人来选出来的话 很快就可以恢复 短短几年 我觉得可以恢复 现在什么都毁了 连这个金融中心也毁灭了 因为你一天 你把这个法律破坏掉 现在他把法制破坏掉 大的钱也不敢进来 对 大的钱也不敢进来 金融中心要人家 对这个钱绝对安全的 才敢大量的投资 跟你做什么和平 收购 上市 这个就是金融中心 赚很多钱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 这批外资都撤了 没有希望 我听说这个中共 他把这个 想把上海来取代香港 然后最近我又听说 新加坡是可以取代香港的 那你觉得这个上海和新加坡 真的能取代香港吗 香港为什么是一个金融中心呢 第一跟美国很有关系 1992年美国通过了一个香港政策法 就是美国支持香港 这个商业也好 金融也好 美国支持香港 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美联储 他支持港币 这个才有意思 人家一譬如说 上次那个马里金服 到香港来做这个上市 后来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钱进来 几百亿美金 到香港来抽签 这个IPO都要抽签了 人家相信你这个 钱不进来 你什么资本都没有 资本就是钱了 所以这个 为什么上海代替不了呢 法律不行 动不动上海市长 可以叫法庭怎么办 怎么办 人家钱就放在你手里边 你如果这个法庭也好 搞金融的官员也好 对不对 有一点贪念的话 人家的钱就是 就是有大奉献了 要对你的法律绝对 绝对放心的 有信心的 才敢接受你是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看东京很大市场 也是进来大金融体 它这个不是我们叫做 是它还是欧洲的大陆法 它是按照德国的 它就是有罪推定 我们香港是英国这套体制 叫做无罪推定 新加坡也是无罪推定 所以现在变得怎么样 香港的生意全部走到新加坡去了 是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的意思就是你的财产 政府不可以碰你的财产 要法庭判了之后 判还不够啊 法庭审之前 你有权去辩论在法庭 证明自己无罪 证明自己这个财产是我的 你不能动 它要动你的财产 现在就不是了 好像我有一批保险金 在卫丰银行的 他就把我冻结了 没有得到我同意 第一 也没有上过法庭 应该他到法庭去申请 我有权去辩论 才可以冻结我这批保险金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英国的无罪推定 已经这么小的保险费 得不到保障 那么外国人几百亿钱 怎么赶进来 这个就是法律 大家不懂 所以整个亚洲里面 只有新加坡 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比较接近香港的法律制度 所以他有希望 但是新加坡离开大陆还是远了 大陆有资本的需求 美国有多余的资本 所以香港变成一个资本市场 就是说大陆的人到香港来 美国的钱到香港来 他这里做交易 我钱给了你将来 我怎么赚怎么赚 我将来怎么回报 这个就是资本市场 金融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香港没有了 因为你法律没有之后 人家美国人不敢来 当然不但是在香港撤出 现在美国人也发现 中共那边是一个大的庞氏骗局 所以美国人也撤 你又离开香港 又离开大陆 钱全部是向美国走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你说这个庞氏骗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中国整个都是这样子吗 我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到中国去开工厂的 1977年初76年底 一抓了四人帮我就去开工厂了 所以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到现在大概这几十年 我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本来呢 他是想来轰美国人进来投资 什么叫香港人 日本人来投资 也不是骗 这个人也希望你们多一点来 那么我们真的进去了 有香港人带头 后来台湾啊 日本啊 韩国啊 美国都进去了 那么尤其是2001年那个世贸 美国帮他进了世贸之后呢 美国也取消了 这个不是取消了 给中国的最优位国的待遇 所以呢 中国生意越做越大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也是希望美国人多一点进去 本来就是去帮他买东西 你知道美国的百货公司里面 很多那个时候都是大陆的货 那本来是多一点 后来加一步 中国公司可以到美国来上市 那么这个就利用美国的资本了 这个等于是资本了 那么这个里面已经开始有点假了 做假了 那个时候拜登不是接受了中共的贵钱吗 就是通在SEC 美国的证件 SEC就美国证件 证券的借户所就通过了 不需要这个审核啊 每年的每年的审计 就说的财务报告审计 不用内容的 不需要内容的 那是相当于是通过拜登把这个事情 把拜登就把他们搞定了 那么当然也收了好处 现在这几天在国会就是审这个时间 拜登在中国收的好处也是过千万的 美金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呢 中共觉得 呀美国的钱这么容易打 就开始上市公司 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发现那个时候啊 他过去这个十年啊 美国的利息啊 银行的利息啊 你把钱放在银行 最多一两个percent的拿这个利息 他让中国想出个办法 我们给它三个到五个percent的利息 那么美国很多热钱就走到香港去 经过香港借给大陆 香港有法律嘛 你借钱还是要有法律的 将来有什么保障 你不还的时候 我要到法庭去告你的 那么就是透过 这个就大量的借钱 所以主要给中国资本呢 我们说资本的样子 是靠美国 从向跟中国买东西 给中国赚了很多美金 帮中国的公司上市 在香港跟在美国 纳斯德上市 然后再借钱给他 这三倍钱加起来 过去这个二十年 二三十年是不得了的钱 那么后来中共觉得 你要人家借钱给你 你要装的样子 我们的人口是多少 十十亿人 最多就是十亿人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错的 但是这个你骗人家人口多 我们是最大的市场 我人口多的什么什么 这个也是骗的里边的一卷 这个一个 第二 它的GDP 这个里边水分 它的GDP 最多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每年它是 它这是重叠 在假的 有水分的GDP 去年有水分的GDP上 又降 加上去又有水分 所以这个二十几年来 它这个GDP是假的 就像过去那个无产万金一样 就是故意吹啊 吹到人家美国呢 觉得哇 中国有钱都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最大的GDP 增长 GDP就是讲增长 增长涨这么快 我借钱给它 我投资在那边 买它的股票 不是问题 那么就轰了很多 美国的油资 美国很多退休啊 退休金啊 保险的基金 都来了 因为它这个钱 美国也不等着用的 那么它到中国去 它可以赚 四个percent 五个percent 在美国可能 只可以赚两个percent 那中国它能够给出 高出这么多的 这种利息的话 那它真的能够 负担得起吗 它怎么去负担 如果有新钱进来 用新的钱来 还旧的利息 还不是问题 那么美国也没有要求 你本钱还给它 你就是付它 高的利息 它很高兴啊 但是怎么知道 碰到一个疫情 这个疫情 一下子大家停下来了 一下子停下来 问题怎么大呢 中国本来要靠 自己也在赚钱的嘛 停下来了 钱就花出去 那边呢 美国看清楚了 看到的 什么清零啊 你开玩笑了 真的停下来 我们用日本人 有个例子 叫做自行车 你不答的时候呢 就跌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子 一个疫情啊 这两三年的疫情 把它停下来 停摆了 这个要利息照养父的 你们借了钱 利息不会停掉的嘛 不会因为疫情也停掉 利息照养父 把这个自己的 可以动用的资金啊 流动资金 全部用上了 个人也是 公司也是 尤其是 私人企业 全部用上了 后续又没有资金进来了 怎么知道 后续 钱向美国流 因为美国的利息 加了 加了些 所以美国也是 5个percent了 可以达到5个percent 就不需要给你了 这个一个夜转 搞得它全部暴露出来 所以那些 那些暴雷 房地产业啊 信托金融 这些暴雷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现在只是冰山一角啊 其实一个percent 其实90全部爆得一塌糊涂 全国都在一个 再更利息的压力之下 根本动不了 等于是一部车子 这个停火了 打不着了 点不着火了 是真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 本来的流动资金 我们在 比如说在美国 它这个政府啊 给这个 疫情的时候 给钱给个人的吧 又给小公司 中小公司照样给的嘛 所以他们一恢复啊 这个钱 就拿这个钱来花 中国干了糖 它没有钱来花 所以恢复不了 启动不了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基本上完了 那您看 这个现在中国 这种现状 就是从什么时候起的 就从疫情开始的吗 就是去年年底吧 你记得上海啊 上海把人家锁在家里边 所有这个运货也好 什么卡车啊 都给它停下来了 上海重要 上海是一个 就会是一个树油 你也知道红桥 这个树油 你把上海停下就不得了了 香港啊 深圳那边在 在这个角落 但是上海是中心 对外也好 那些那个集装箱堆在那里 码头那里 就根本就运不出去 运不出去也运不进来 哎呀 它完全是自己搞出来的 那么他们以为 恢复之后呢 有报复性的消费 怎么知道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钱 根本就再也不会进来了 也不会进来 只有抽种 没有进来 那么地产又跌价了 整个银行里边 这个地方政府 欠了一批股债 也要还利息的 也要还利息的 那么也借不到新的钱 地也卖不出去 本来可以卖地 又可以有新的钱进来 现在没有了 现在这个问题大了 那你觉得这个中国往后 有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经济就完了 经济就完了 那么共产党呢 以前也穷过 比如说大跃进啊 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穷得一塌无头 那么可能要恢复到 我估计呢 要恢复到二十几年前 现在这次恢复到二十 恢复到二十多年前的经济状况 对对对对 那么不相当于是到了 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99年 2000年左右 那个时候 当然你们年纪轻的 你们是后来才在 对对 享受好的生活 但是2000年的时候 中国还是很穷的 那个时候是什么状况 那个时候什么状况呢 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 一个人的收入了 大概最多就是1000块钱 没有1000 你知道我 99年我工作了 99年我工作了 我在电视台工作 我那时候一个月才两三百 到五百之间 你瞎想看 怎么过 这个日子怎么全部靠家里面 你住在家里面 什么什么家里面 你分来 我来 分来 互相帮忙的 哎呀 这个苦得不得了 那你觉得如果中共 中国的经济回到2000年左右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执政 会不会受到威胁 就是人这苦日子不好过呀 我们昨天也在念旧 它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换币 换币 人民币 这个货币的币 换币 但是最直接 他应该直接做的 就是把这个数字 人民币推出来 数字人民币推出来 你银行到底这个钱 谁控制这个钱 讲到最后 就共产党全面控制 他要把你怎么都可以 你如果骂他的话 他马上就把你停掉 这个就是他的方法 这高科技的控制 这个确实是一个 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记得大概六个月前吧 不是在有几个地方 这个工资啊 公务员的工资 用这个数字货币来做 来发 你说如果他把这个 所有人的钱 都换成数字的话 这个他可以有办法 他随便把你这个钱 一冻结或者说 哎呀 这个很多人都没法动 起码你听话了 对对对 你坑都不敢坑一阵 不敢坑一阵了 动不了呀 没有钱 你这上公共汽车 你都没有钱了 是 我知道我们有 因为有些观众嘛 他们也是在中国大陆 就是有一些 什么说呢 白痴运动或者什么 就有一些发生嘛 结果就是因为 拍了一些照片 上传了一些视频 在推特上 结果就被中共 冻结他们的银行卡 哦 很多的 不是少数啊 但是他们别人冻结 又不可能 又不可以 没有投 无地方投诉 很可怜的 这个 他这套手法 如果用起来啊 比以前的 我们小的时候 还有户口调查 这种事情 对 现在这套东西 马上就起作用 那你觉得这个数字货币 我们可以叫做是 数字极权是吧 对 他真的能够控制住 中国人民吗 绝对可以 真的是可以 没有办法 中国人真的没有办法 你怎么 你要吃饭的嘛 你到超市买东西 你要 你这个手机 现在卡一定没有 大家都用手机的 手机就是数字嘛 他要你多少钱 要你买什么 你却只可以听话 我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办法 抵抗不了 那照这么说 就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中国人民 能够给 中国大陆的观众 一些希望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真的就是会觉得 啊怎么办啊 将来怎么办 不是 我讲 我讲空话没用 我真的讲空话没用 我们现在香港也 香港也体验到 这种集权 当然比起 以前在国内 还是很轻微的 但是共产党 他实在没有办法 就是动人民的脑筋 我49年出生 52年不是朝鲜战争嘛 那么上海那个时候的 上海跟香港差不多的 也是个金融重心啊 我们也有交易所 什么都有 这是亚洲 最有钱的城市是香港 不是东京 不是其他 就是上海 就是上海 差不多49年之后 5年之后 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 所有大的资本家也好 小的资本家之后 全部贡献给他 为什么呢 他要打朝鲜战争 他需要钱 全部 他用很多名义 爱国啊 爱党啊 什么什么 基本上把你的财产 全部清零 清零之后呢 他就给你这个什么 两票啊 油票啊 糖票啊 每个人只可以买这么多 钱都没有意思了 你给钱 你这就是按照 这个票来 就是其实就是配级 就是用配级来 它现在 我看的样子 经济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它就是用配级 那么有了新的技术 配级很容易啊 对不对 你买多少糖 买多少花多少钱 它这个票 跟你的数字货币 可以混在一起 完全是用电脑来控制 用云端来控制 就更加高效了 容易的不得了 一点都没有困难 所以我就看 这个是它不会不用 共产党有控制人民的手段 它不会不用 这么好的手段 成本又低 效率又高 它一定要用这一套 所以数字货币 加上这个叫做 配级 公社一样的 所以不是前一段时间 它开始这个叫 叫公销社嘛 在搞那么已经 六个月前已经在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在搞 而且在外国买了很多粮 将来你要粮食呢 就在那边拿 那么自动在你的数码 这个户口里面扣掉 这个这套东西很容易的 它完全准备好 所以为什么 它把所有大数据 全部控制起来 不许你私人的企业有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跟将来控制全中国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不可以给你控制 它可以控制 整套大数据跟数字货币 全部是有关系的 整套就是共产党控制人民的手段 本来我们都不相信 怎么可能改革开放之后 又走回头路 它就是要走这套 因为它现在就要失控 所以它现在进去糟糕到什么程度 都不要紧的 它一走这套的话 每个人就规定 你就是用这么多 相当于把所有人的财产都共产了 共产了 就是共产 这个就是共产主义吧 你不应该有财产了 财产是资本的 你去在银行 比如说你有两万块钱 为什么你需要有两万块钱 这个资本属于国家的 共产主义的道理就是 资本不属于你私人的 所以党的也好 国家的也好 党的分配 所以你这个两万块 他说你没有得到他同意你不许用 那么你就可以要申请 可以手机申请 他给你两万块可以啊 先给你两千块拥有 现在真的是这样子 有的人交学费啊 学生在 小孩子在外国读书 你去问他拿自己的钱 现在银行 现在你要 要排队的 要挂号 然后呢过两个星期之后 还要排队 排队之后 他说还要批准 这个两三个月之后 才拿到一批学费 汇到你的孩子 在海外的孩子 这个已经在发生 不是我发明的事情 每天在发生的 你这个要到海外去旅行 要外币又要申请 就完全控制在手里了 他就是准备这样子 如果他是这个经济下滑的时候 这个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不然的话你就造反了 因为解决方法是不是 你不会说他邪不邪 这个也可以保持人民 起码有饭吃 你就听话了 那叫你这么说 那像中国现在这些民众 就是有什么应对方法吗 就是说难道完全动弹不了 其实老百姓人 只要不要太自私 一起站出来 好像那个在上海 那个白子运动 女孩子啊 什么都没有武器 也没有什么的 一起站起来 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要齐心心力 千万 九千万的党员 如果 九千万分散的嘛 对 特然之间上海比较多 十万人站起来 拿着一张白子 对 你怎么办 你全部抓 监防监狱的也没有这么多 你只要十万人 其实人民加起来 总比党员多的 肯定的嘛 他这就是没有人带头 叫十万人站起来对付他 还是害怕我觉得 就像您啊 您在香港 我知道您还有儿女在那边 那如果是您现在又不能回去 他们又通缉你 那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孩子呢 肯定有 那现在您怎么办 他们愿回你吗 我们站出来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香港的自由重要 还是我的家人的安全重要 你一定要说 如果你觉得香港自由 整个香港的前途 世世代代的重要 你就站出来 如果你每个人都是用这个态度来说 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大家就说 哎呀我的家庭不安全 他的注意力 注意在自己家人的安全方面 你要把注意力 我们全部站起来 我就是不怕 你可以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万人站出来 他就搞不定 其实始终只有什么一个阳家 但是如果有无数个阳家一起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以前呢 革命也好 你说说都是靠人多 没有多人不行 再靠几个人不 所以我们为什么 搞个香港议会 就是这个意思 投票了之后 他觉得 原来香港的主权是属于我们人民的 那么我们投票之后 我们要主持起来 支持我们选出来的议员 这是一种行动力 一种起义 起义嘛 就是把伸张自己的人权 这个就要做 但是这个香港议会的话 说到香港议会了 你觉得他主要是 真的能够实质的起到作用 或者说只是仅仅一个影响力 那你今天你看这个乌惠兰 乌惠兰不是打仗吗 乌惠兰穷得要死 真的没有钱 怎么会突然之间 可以打败俄罗斯的 就是他有个民主 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那么全世界 尤其是欧洲啊美国 就支持他 无限的给武器 给钱给他 打赢的是俄罗斯 基本上打赢了 收服很多失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一样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不单是你香港人站起来 全世界人会支持你 你看看台湾也是 台湾现在外国的议员 一批一批过去 根本共产党威胁没用 就是他的民主的政府 选出来的爱菜英国 现在的政府 全世界在支持台湾 我以前也听有人跟我说 说哎呀 其实呢 你像这些西方的 像美国呀什么 他们想支持你们这些人反共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支持谁 因为你们就是一盘死杀 你看看我们八九六四啊 天安门出来的人 就是一盘死杀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大学生吧 大概十八九岁 现在都是老人家了 过去三十几年了 那么已经五六十岁了 这批人 什么都没有做成 就是骂 出来有空 有节日就骂两句 什么都一盘散散 所以我在他们身上 得到教训 如果这样说下去 三十年之后的香港 都把我们忘了 现在基本上 这批民运人士啊 他们自己还以为 自己了不起 其实根本人家当他 我们香港那个时候 还有每年 还有珠光晚会了 纪念六四吧 我们记得六四 比他们记得还要清楚 他们出来之后就没有了 没戏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组织起来 现在这个记忆犹新 要组织起来 搞个香港议会 将来搞一套东西 专门是对付中共 我觉得这是一种 实际的一种行动力 全世界人家外国的 民选的政府都支持你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 今天香港 我听这个李家超 去年的一个报告吧 政府报告 数值报告里面 就是说香港这两年 劳动力损失了14万 对 那这批人实际上 就是从香港迁出去的 不止 不止 还不止 我估计大概有 二三十万人走掉 你所知道的 大概有二三十万 我们清楚 那其实像这种人呢 现在也就是叫做润吧 润潮 润 就是大家也都 从这个中国大陆 也润出来 都想想 移民 对移民出来 那你觉得就是 是更鼓励大家 就是赶紧都出来呢 还是说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 那么有的说 我怎么跟共产党干 干不过他 这么大 他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他们有的 有的是回去加拿大 我们香港有很多加拿大的 以前加拿大的移民 就回去加拿大 这里 这里也有十几万了 就有的回到英国去 又有十几万 他其实是回去 回去 那么他是英国 本来97年前 在香港出生的 他有个护照 叫做英国的 在英习护照 但是没有具有权的 后来英国就改变了 甚至允许他们到英国去 那么还有一批到澳大利亚 到新西兰 到英属的国家了 到美国去也不少 所以大概走掉四五十万吧 那么当然国内有人填补进来 但是他们不懂得香港这一套 这个你应该明白 中国这一套呢 问题是怎么样 共产党不受法 所以中国的公民啊 不太懂得法律 他一有机会就开后门 这个那个 因为只有不守法律的人才 才可以生存得到 这个老实人根本在国内 没法生存 所以他到了香港呢 他搞不清楚 香港我们这个真的依法办事 只有合同一定要遵守的嘛 国内他们就是共产党 把他们洗的倒 很可惜 所以来到了香港 不一定可以代替了香港人 所以经济很差 所以香港其实他现在就是这样子 好像还搞什么夜市经济呀 好像想要挽救香港经济 有用吗 不可 如果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特首也好 立法局也好 哎呀 很快一个月就恢复了 经济一个月就恢复了 全部就是恩典的 全部是北京那边 他们这个那个那个 选的人全部是听话的 跟今天这个习近平 这个带着这个六个矮子差不多 所以像他那什么夜市经济 就像地摊经济一样的 把中国大陆那一套搬过来 就是 地摊经济是什么 就是没有工作去做小贩 小贩 你小贩做的生意 你就把人家震荡的铺灰里边的生意强掉了 实际上是一种破坏行为 就是破坏 这个怎么不懂经济的 李克强讲得出这个话 我也是很惊奇 你还什么北大读经济读法律的 李克强啊 他讲出这种话 你说这个就是 如果人民选出来的 肯定是选择 懂得搞好经济的人 对对 怎么会选这样的人 这种人都是共产党里边 什么这个家族 那个家族 这靠背景 是 所以哎呀 我今天呢 还是觉得 从您这儿受益良多 觉得尤其是讲到这个中国 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惊讶的 那我跟你讲 这个叫做 这个地产公司叫恒大 恒大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输赢 缩赢 就是缩赢 你就明白了 你大概比例啊 比例 恒大加两个零 就等于整个中国 他们这个性态 现在都是红卫兵这一代 现在当权的人都是 以前都是红卫兵 这种人都是不计后果的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当红卫兵的时候 就有一个不计后果 有钱借 全部都借回来再说 就当是自己的钱 将来还了之后再说 再拖 整个心态就是这样子 中国借了很多钱 借了美国很多钱 每一样东西都是借回来的 高铁也是借回来的 机场也是借回来的 飞机也是借回来的 所有的房子 住的房子也是分期付款借回来的 整个中国是借回来的 去做生意 也是银行里面借一笔钱 不是资本的 我们香港人做生意 真的是有这个资本拿去 而且叫人家买你的股票 是资本 它这个是贷款 所以贷款要到期的 要给利息的 如果一停下来 它就给不起 现在就夸下来了 整个夸下来了 就是恒大 整个中国就是恒大的 恒大就是个缩影 缩影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些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别柜员 这个比较好一点 还是一样 它这个全部是靠借钱借回来的 不是本身的资本 很多的房地产商 全部都是在当地地方政府去贷款 不是很多 全部 那么地方政府 习近平说 我们要搞基建 钱哪里来 地方政府说 我有地 我用了地去抵押 又去建 现在公开出来的数字 我估计一半都没有 实际上他们建很多很多钱 现在如果中央说 大家都说共产党可以印人民币 钱一印好 还没有到银行的手 已经有人帮他的钱去还了债 所以你想给人民钱 你给不到 你的钱一直下去 这次不是河北 是不是大水 钱给不到 就不到 到了他们手里面只有30块钱 人民币 吃顿饭都不够 所以你就明白了 他重重都是债 要还债 都是大家都在追债 追债 追债这个你就明白了 一有钱进来 啪 一下子马上就 建造像让人家建材化水 所以我觉得中国 其实就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大的骗局 然后现在讲 这个中国人民 很多人讲 哎呀 这个中国人怎么都这样 都是骗一骗呢 或者是人和人之间都这样 是不是都跟这个有关 感觉 真的是问题 因为共产党 我们中国人 礼仪廉恥 是不是啊 这个国之思维 他把这套东西 全部扔掉了 所以只有两样 在共产党 只有两样东西 权力 只有这两样 大家就追求那个 没有传统 没有道德 没有标准 而且手法也都是这种 开门拐骗的方式 家没有家教 没有宗教 没有学校 学校也不教 所以变了就是这两样东西 谁拿的越多钱 越多权越好 就每天就抢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变了 跟野兽没有什么区别 香港人比这个 这方面要更好一点 我们当然了 我们的家庭 没有破坏掉 广东人的家庭里面 魂念很强 很强 它没有破坏掉 那么学校 很多我们学校 有宗教的 也没有宗教 不同的教会 很多都有 他有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道德嘛 所以我们是有底线的 是的 所以他们有 国内的人到了香港 不明白 所以以为我们香港 看不起他们 真的是 也可以说看不起 为什么呢 你就是没有底线的人 也没有文化了 没有 你变了 确实跟野兽有什么区别 大家就说我强 我全球比你大 这个不是人 全世界不是这样的 我确实是觉得香港 在很多方面 它保留这种 真正的这种传统文化更好 就包括你这些饮食方面 还有一些 那个过年过节的这种习俗 它都好像保留了 我们有东方的价值观 东方的价值观 以一连此 我们也有西方的普世价值 所以两个价值起来 我们很好啊 很好 我们虽然香港 什么资源都没有 有勤劳 人家勤劳赚钱 而且我们是全世界 第三富有的国家 私人财产 第三富有的国家 这次啊 它肯定是看中我们香港 要把我们香港的资产要拿走 来自己来用 好 非常感谢你 今天也非常荣幸 真的能够请到你 是两三年的心愿 终于了了 感谢 感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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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